將腳泡下去熱水裡面 不論是冷天 熱天都是享受 幫助大家增加血液循環 再加上中藥包來增加效果 長輩是越泡越舒服 有啦 到家裡不然多少會泡 如果在膝蓋感到寒冷 飛去怕不過 泡一點有比較輕鬆 比較好 所以中藥包有比較舒服嗎 有 中藥包有比較舒服 怎樣舒服 腳泡下去比較不會 沒有腳泡下去 怕不太過 就像會這麼渴渴 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讓老人家 因為冬天 冷時很冷 老人家腳手腳背都會冷氣 這泡一泡 油包泡一泡一泡 現在還不是 會比較好睡 那個腳會比較燙 蓋起來比較過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還有老人家 老人家要多泡 長輩運動機會比較少 也因為身體機能老化 手腳常常會冷冰冰 為此用這中藥包來泡腳是很好的活動 而這些原料在一般中藥房就買得到 給長輩最經濟實惠的教學 因為最近寒流啊 所以長輩的四肢可能手腳就會比較冰冷 然後血液循環比較不好 然後我們就會透過這個課程來製作中藥泡腳包 然後這些中藥的藥材在中藥房都買得到 那我們的藥材有紅花 薑木 然後艾草 跟義母草 這些都是普遍而見 所以他們透過這次課程學習完之後 都可以在自己去中藥房買 然後再自己製作一樣的泡腳包 那今天的課程他們的反應呢 他們今天都做得很開心 因為可以拿回去自己泡腳 如此手做課程不但簡單趣味 並且讓長輩有實際的用途 長輩更可以自己來製作各種不同用途的中藥包 增加生活體驗 這裡我們慶祝水泡 泡泡泡就好 泡泡泡就好 你知道裡面有什麼嗎 裡面有金木 有紅花 有金木草 有什麼 還有一項給這些 艾草好 你自己去中藥房自己買嗎 會啦 會知道每次買 很簡單嗎 會知道每次買 關懷據點的設立 熱靈課程的設計 都是為了讓在地鄉親更優質的生活照顧 有了簡單的中藥包製作 讓大家都可以在冷冷的冬天泡腳享受了 介遇長官一提采訪報導 月娥 7